2020年妈妈临机 K-pop粉丝们都在努力应援 确保他们的idol能取得应得的奖项 回顾过去承载妈妈 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代表性团体 EXO和Twice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的妈妈舞台 EXO虽然只获得了全球粉丝选择前十类别的提名 但从出道以来 他们在妈妈上获得的奖项名单 却令人意向深刻 自2012年以来 他们共获得了40多个不同奖项的提名 并成功赢得了16个奖项 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 从2013年到2017年 连续5年赢得年度专辑的荣誉 作为顶流男团 EXO的成就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尽管他们近年来更加专注于个人事业 但作为一个团体 他们仍然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Twice在妈妈的历史上 也创造了与EXO相似的记录 自2015年出道以来 他们也获得了40多次颁奖典礼的提名 并成功拿下了16次奖项 2016年 Twice凭借Cheer Up首次获奖 2017年的Seek Now 2018年的What is Love 2016年到2018年 他们连续3年拿下年度歌曲的荣誉 这份荣誉是Twice与其他女团的最大不同 也是其他女艺人根本无法实现的成就 作为顶流汉团 EXO和Twice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你更喜欢哪个团呢 欢迎留言